黄小明和baby的世纪婚礼虽然已经结束 但其奢华程度却让整个娱乐圈都津津乐道道如今 近日就有网友再度曝光了一组他们婚礼内部的照片 从化妆到中式迎亲仪式再到婚宴一应俱全流露出不少细节 照片中黄小明和baby穿着传统中式新人服装 baby头上的金色头饰十分抢眼 被黄小明抱在怀中笑容也是停不下来 来迎亲时黄小明亲自为baby穿上白色水晶鞋 还发挥出自己一贯的二货性格 举起老婆手上的龙凤灼张嘴就啃 难道你还怕不是纯金的布城 而他撅起小嘴主动献吻baby这一幕更逗下不少粉丝 不过随后baby偷窥起黄小明的手机的这一幕也算是打平了有没有 就只有在花瓣雨中热吻这一幕才真正有了浪漫的赶脚 而在晚上的婚宴中baby扔捧花时背后的姑娘们显然已经兴奋到停不下来 带着小墨镜的伴郎们也笑得十分开心 黄博更主动举起手机和黄小明等人自派 大片的急事感扑面而来呢 而10月8号黄小明baby的大婚不仅请来了半个娱乐圈明星捧场 那场更是布置得比皇家更奢华起来 气氛也是浪漫感人 两位新人感动落泪 随后群访环节 教主还不忘甜蜜对baby施爱 直言 我答应过baby要把他宠得像公主 这样的婚礼绝对算是实现诺言了 教主威武 同时也有媒体算出黄小明用尽各种方法取悦爱妻Angela baby 光是在上海买给老婆的豪宅 就粗估价值人民币1.3亿元 如果再加上传闻中付出大约人民币588万的聘金 以及婚宴千万赞借等 估计最少就耗费高达人民币2亿元 让人瞠目结舌 足间童话式的婚礼 即使在娱乐圈也不是人人都能办得起呢 黄小明和baby的世纪婚礼虽然已经结束 但其奢华程度却让整个娱乐圈都津津乐道道如今 近日就有网友再度曝光了一组他们婚礼内部的照片 从化妆到中式迎亲仪式再到婚宴一应俱全 流露出不少细节 照片中黄小明和baby穿着传统中式新人服装 baby头上的金色头饰十分抢眼 被黄小明抱在怀中笑容也是停不下来 来迎亲时黄小明亲自为baby穿上白色水晶鞋 还发挥出自己一贯的二货性格 举起老婆手上的龙凤灼张嘴就啃 难道你还怕不是纯金的不成 而他撅起小嘴主动献吻baby这一幕更逗下不少粉丝 不过随后baby偷窥起黄小明的手机的这一幕也算是打平了有没有 就只有在花瓣雨中热吻这一幕才真正有了浪漫的赶角 而在晚上的婚宴中baby扔捧花时背后的姑娘们显然已经兴奋到停不下来 带着小墨镜的伴郎们也笑得十分开心 黄博更主动举起手机和黄小明等人自派 大片的歧视感扑面而来呢 而10月8号黄小明baby的大婚不仅请来了半个娱乐圈明星捧场 那场更是复制的比皇家更奢华起来 气氛也是浪漫感人 两位新人感动落泪 随后群访环节 教主还不忘甜蜜对baby施爱 直言 我答应过baby要把他宠得像公主 这样的婚礼绝对算是实现诺言了 教主威武 同时也有媒体算出 黄小明用尽各种方法取悦爱妻Angelababy 光是在上海买给老婆的豪宅 就粗估价值人民币1.3亿元 如果再加上传闻中付出大约人民币588万的聘金 以及婚宴千万三戒等 估计最少就耗费高达人民币2亿元 让人瞠目结舌 足间童话式的婚礼 即使在娱乐圈也不是人人都能办得起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